一航清洗 大家好 大家好 站在路口与民众挥挥手 总统府秘书长成局南下高雄服选 陪着三位令委候选人路口败票 听汉霸汉大游行落幕 成局很有感触 这个都是民间自主 不是党部的动员 所以21号选举 这是多元的社会 不同高雄社会 多元的声音的显现 游行圆满结束 不但是民主的展现 更重要的是 签动2020总统跟立委选情 霸汉游行宣称有50万人参与 相较于挺汉游行宣称的35万人 足足多出15万 是不是也代表民进党立委选情 非常乐观 民进党的立委选情 是有相当大的加分的作用 因为我们看到现场 满满满的人潮 真的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 谈起立委选情 国民党候选人信心满满 除了挺汉游行夹文之外 党内大佬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表态 要力挺国民党推派的立委候选人 被视为挺汉归队前兆 我们希望真的王院长 用他的高度 然后共同来支持 我们所有的党籍的立委 以及韩国瑜总统 那我们希望说蓝营大团结 他是一个功德备 在立法院备受尊重 那所以我们尊重王院长他的发言 那至于韩国瑜内部的阵营里面 是否团结与否 因为我们不是国民党 所以就不予置评 高雄挺含霸汗 游行影响持续发酵 毕竟高雄是韩国瑜的大本营 过去也是民进党的大票仓 蓝绿阵营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欢迎新闻林薇开礼 家于高雄报道